那打電話幹嘛 就是你不需要的話 你根本可以不用回電話 先看陳昭智這件事情 不只黃珊珊包括柯P出來 都幫陳昭智講話 那本來以為事情就到此結束了 國昌老師 好啦不要不要再求他了好不好 因為柯P都表態了 可是為什麼陳自然會跑出來 我猜 網路流量的反應不對 流量不對 就是我這個階段 我或者說長期以來 在觀察柯P或台灣民眾黨 我會用網路意見反應 當作他們做事情的邏輯 表示這個事情 陳昭智的這個污損事件 網路上面 對原來支持柯P的人來講 可能這件事情他們意見很大 那所以才會有後面的中評會 要開始其中調查 那這個事情基本上來講就先做個交代 因為中評會啟動調查之後 你不知道後面會有什麼結果 那這個只能慢慢看 不過先講回來 就是說陳昭智的污損 不會改變選舉結果 除非國民黨跑票 否則就不會改變選舉結果 就是整個事情在當柯P在1月31號那天宣布說 8票投黃山山的時候 那個戰場基本上確立了 因為這8票就是投黃山山 他不會投給藍 也不會投給綠 所以剩下的是藍白之間的角力 那這中間裡面當然他也公開喊話 包括黃國昌他們都有公開喊話 希望就是把球丟給民進黨 要民進黨51票投過來 那顯然最後面就有運作的 就是政治上的運作是合理的 可是你前面不要把自己的人設講到 完全不會有後面的事情 因為這個是跟你的人設相矛盾的 那我看我們到目前看到我的印象中 先丟出這件事情的是民眾黨這邊 然後吳貞他們就做回應 那因為今天早上我有訪問吳貞 我有問吳貞說 你貼臉書是你自己決定的 還是你有向上面報告 吳貞講得很有趣 他說是黨的決策 也就是說這裡面沒有個人的角色 那吳貞那個臉書印都還在 就直接講 柯文哲主動找了一個一屆大佬 那柯文哲就喊告 喊告吳貞今天早上也接受聯訪了 就很清楚 一屆大佬會願意出來作證 會有通聯記錄 柯文哲後來又說是因為民進黨那邊先找我 我是回電話 這個邏輯上怪怪的 我也不要說馬上就求柯文哲一定怎麼樣 那到目前為止 我剛才看了一下 我還沒看到提告 還沒 目前 那在今天今天結束以前 柯P不要慫了 對啊 要要快 要告 要告就一定要告 敏鳳又在那邊要求要求柯文哲 柯P千萬不要被敏鳳瞧不起好不好 柯P 第五七對不對 男子和大丈夫說到做到 不要叫 怎麼可以讓吳貞造謠呢對不對 一定要告 因為為什麼一定要告 你就告下去之後 第一個我們才能知道一屆大佬是誰 然後一屆大佬就會出來 一屆大佬會打你 不會 一屆大佬就會出來 因為一屆大佬已經講說他願意 願意出來當人證 他願意出庭作證 有一陣罪是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缺途 謝謝補充 重點是會不會法庭上一屆簡訊 一屆大佬 一屆大佬出現的時候呢 記者一定可以堵麥嘛 所有事情來龍去麥 我們就可以有一個參考 那柯文哲如果不服氣 可以反駁一屆大佬 再舉出新的市政出來 這樣講合理嘛 其實政黨之間 本來就應該要有協商 本來就應該要有協商 但是剩下的事 你做得漂不漂亮 你不要經常人家協商 你就說是黑箱 自己協商算什麼 就是你不要把自己搞到精神 精神混亂 搞得跟聖人一樣討厭嘛 會嘛 因為這個世界不會有聖人 我們都是有缺點的 搞政治 好啦 聖人不是我講的 有事情請找小平好不好 聖人是聖賢還是聖相 好 所以這件事情就柯P 千萬不要慫 因為你現在 我們之前講不算數啊 前秘書長講話也不算數啊 對不對 只有柯P可以代表柯P 所以柯P講很提告 我絕對百分之百贊成 這件事情有助於釐清 而且也會讓未來的立法院的互動更健康 否則每一次有三黨之間有一個互動 事後如果都搞出這件事情的話 我們的國會沒有一個最基本基本的互信基礎 所以告是對的 柯P是對的 一定要告 一定要告好不好 拜託一定要告